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319集 奴役呢 清晨冷恨 建某前辈 称呼你一声前辈 是因为当初你在藏界深渊的出手 但是不代表本少就敬重 你也知道 本少不怕你 而你如今 可以说自由完全掌控在本少的手中 本少让你自由 你便有自由 否则 你这辈子都将会被禁锢在神秘修建之中 所以这个条件你并不智慧 臣服本少 听从本少号令 那么将来本少必然会放你自由 否则 本少不介意将前辈封印 少前辈这么一个大敌 是臣服获得自由 还是反抗拒绝本少 一切都在前辈的一念之中 前辈选择 秦晨冷冷道 这建某一心夺舍自己 还想要自己壮大的 自然是要约定的 你 建某气刀爆炸 自己堂堂远古枪者 岂会听令于一个小子的好令 他怒吼道 小子 你以为本作真的会受制于你吗 让本作一个远古强者 臣服于你 你休想 洪荒祖龙听到之后 对视怒巴道 请这小子 这把剑什么了破烂玩意儿 里面还有个灵魂呢 还敢忤逆你 你扔他出来 让本作弄死他 什么玩意儿这是 洪荒祖龙骂骂咧咧 什么远古强者 自己堂堂太出生灵 混沌神魔 还不是一样 臣服了秦晨小子 这破剑什么东西 装什么大头算 你 听洪荒祖龙这么一说 剑魔也是气得爆炸 不过心中也是一惊 洪荒祖龙的实力 他大概知道 若是他全盛世期 他自然不怕 直接干一场 谁怕谁 可如今 对方几乎是恢复了 大半的修为 可自己还被困在 剑身之中 和他引刚 剑魔顿时有些心境 轰隆的一生 而就在这一世 秦晨的身边 一道可怕的气息 骤然出现 正是冤魔之主 主人 冤魔之主 对着秦晨急忙行礼 突破至尊的他 神色激动 但是脸色 却是严肃 沉上道 主人 这里的动静 已经惊动了 乱神魔海的魔主 此人正在迅速赶来 主人 还请快速决策 以魔主的速度 怕是片刻之间 就能赶到 是走势战 必须尽快决定 秦晨点头 冷冷地看向神秘修剑 剑魔前辈 最后给你 一席时间考虑 百年 剑魔怒吼道 本座可以臣服你百年 百年之内 听你号令 他只答应百年 冤魔之主 冷冷看了一眼 神秘修剑 百年 对于他这样的强者 几乎是转瞬即逝 这个条件 有些过分 好 但秦晨 却是直接答应了 语气冷烈 百年时间 对于很多尊者而言 太短暂了 好像是一瞬之间 但对于秦晨而言 却是极其的漫长 他成长到现在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百年足够 轰的一声 语音落下 秦晨顿时将神秘修剑 轰入到了黑暗冥土之中 轰隆一声 就看到黑暗冥土之中 无数的灵魂之力 一下子惊恐地到处飞掠 仿佛见到了 无比恐惧的东西一般 神秘修剑中 绽放出了可怕的吞噬之力 糊的一声 滚滚的灵魂之力 被神秘修剑疯狂地吞噬 轰隆的一下 阴阳玄武 爆发出可怕的死亡气息 阻止神秘修剑 但是他如何能阻止得了 神秘修剑和万剑魔术 以及秦晨三大强者的压制 顿时其中的力量 被万剑魔术 秦晨 神秘修剑 疯狂地吞噬 可怕的死亡之气 迅速潇洒 与此同时 秦晨在吞噬的同时 还将大量的死亡大盗地 蔓延到了这阴阳漩涡之中 他想直接将这阴阳漩涡 核心给掌控 只是当秦晨的力量刚刚渗透到了阴阳漩涡的时候 他的脸色变了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从他的脑海之中瞬间升腾而起 轰隆一下 当秦晨的力量渗透到了阴阳漩涡中的时候 突然间一股可怕的死亡气息 从中席卷而出 这股死亡气息无比的可怕 像是从无尽的炼狱之中席卷而出 仅仅是感知到 便让秦晨有一种 面对无尽炼狱的可怕感觉 好像自己身陷可怕的 明界天地一般 这是 秦晨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一瞬间毛骨悚然 脑海中甚至涌现出了 面对死亡的危机感 不好 秦晨深吸了一口气 知晓危险 手中神秘袖剑催动到了极致 轰的一声 可怕的剑气冲天 对着那股可怕的死亡之气 便是猛然地斩击而去 轰隆的一声 神秘袖剑斩在了那死亡气息之上 顿时爆发出了惊天的轰鸣 可怕的剑气不断地纵横 但是这股死亡气息 却是窥然不动 并且 其中有着一股惊人的 死亡之力侵蚀而来 仕途进入秦晨的身体中 猴地上 秦晨的身体中滚滚的力量倾泻 身形狂退 秦晨的身体中发生了惊天的大爆炸 这股死亡之力无数不在 仕途渗透入秦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秦晨闷哼一声 身形骤然暴退 眼神中满是骇人 这究竟是什么力量 剑之大道 轰的一声 可怕的剑气纵横 秦晨的身体中通天间隔的剑道气息涌动 无数剑之大道纵横 不断地批展那些死亡气息 与此同时 秦晨的身体中一道可怕的死亡大道涌动 顷刻间抵挡住了一股死亡之气 两股死亡之力疯狂地碰撞 万劫魔术 秦晨咆哮 顿时 万劫魔术之力瞬间涌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轰隆的一声 魔气涌动 再加上秦晨身体中的黑暗亡血之力 这才将这一股死亡之气给彻底阻挡 但是秦晨整个人也还是被轰飞了出去 当场闷哼一声 身体差点裂开了 好可怕的裂 秦晨心惊 一击他差点受伤了 对方究竟是个什么人 这实力简直逆天了 须知 以如今的实力 虽然是仓促之间 但是一般至尊都无法轻易伤到他 可这一股死亡之气 仅仅是通过这阴阳漩涡 就差点伤到他了 如果正面面对 那自己 想到了这里 秦晨心中就是头皮发麻 这阴阳漩涡之中 竟然是有一名顶级的强者 而且如此浓郁的死亡之气 难道是明显的顶级高手吗 嗯 死亡大道 外界究竟是何人 竟能抵挡住本座的一击 难敢破坏本座的生死漩涡 找死吗 那阴阳漩涡之中 有冷哼声传出 轰的一声 可怕的死亡之气暴用 就看到那阴阳漩涡之中 一道漆黑如墨 宛若是炼狱一般的死亡气息涌动 瞬间化作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对着秦晨便是冷冷地抓手而来 这手掌之上 涌动着惊人的死亡气息 一道道的死亡大道震动 连这魔界的天道都在昏明 在震动 在抵抗着这股抑郁来的力量 整个论神魔海的上空 到处都是恐怖的大道 因为死亡之气是抑郁力量 魔界都在镇压它 不好 但是 远处魔主疯狂费力 感受到这股可怕的死亡气息 眼珠子 木然地瞪圆了 如此恐怖的死亡气息 难道是那位大人死亡明示 被发现了吗 该死 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 魔主咆哮出声 冷汗淋漓 此刻 他心中惊骇万分 深深地知道 今天之事 怕是已经瞒不下去了 如此动静 魔祖大人定然能够得知情报 想到了魔祖的狠力 魔祖便是浑身一刀 必须拦住对方 秦拿住罪魁祸首 否则我难逃责法 魔主肝胆剧烈 胆战心惊 疯狂地废略 黑暗本源池中 秦晨面对着漆黑死亡手掌 目光之中爆射出了一道寒光 神地图腾 轰的一声 秦晨的身体中 神地图腾绽放 九星神地爵的力量 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肉身之中的力量也催动到了极致 斩 神秘袖剑再度爆炸 咣当一声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 秦晨身形再度后退 发出了一声闷哼 这死亡手掌的力量太可怕了 那死亡气息 竟然是连他体内的死亡大盗 都轻易地无法抵挡 可怕的死亡气息 在他的身体中激荡着 要入侵他的肉身 秦晨小子 用混沌青莲火啊 这时 混沌世界中 洪荒祖龙突然沉上了 混沌青莲火 秦晨心中一动 轰的一声 混沌青莲火绽放 顿时 这一股之前 怎么也无法抑制的死亡气息 竟然在被缓缓地消容 这 秦晨震惊 自己的混沌青莲火 对着死亡之气 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功效 哼 你得到混沌青莲火的那一位 可是装刻死亡一族的 洪荒祖龙冷冷一笑 当年 冥界在混沌时代 也想大肆发展 是那一位 直接镇压了冥界的巨头 令得冥界在我等这片宇宙 只能暗中发展 无法直接出面 还有这么一出啊 秦晨心中一动 这他倒是不知道 轰隆地上 混沌青莲火 侵蚀而来 顿时 那死亡之气被迅速地消灭 嗯 居然挡住了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阴阳玄武之中 那一道冰冷的声音露出了一丝疑惑 因为 即便是隔了一片戒狱 被魔戒天道镇压 以他的实力 都足以令一般至尊重伤 可那对面的家伙 似乎用特殊的手段镇压住了他的力量 那手段是什么呀 他模模糊糊 感应得不真切 这令他疑惑 因为一般力量 根本抵挡不住他的死亡之气的侵蚀 主人 魔主快到了 此刻 冤魔之主迅速出现在这里 对着秦晨传音道 要不要属下去阻拦 冤魔之主 一声道 那魔主 虽然非同一般 但是冤魔之主 是冤魔族传人 如今突破至尊 自然豪气冲天 无所畏惧 魔主要到了吗 秦晨目光一明 盯着那阴阳漩涡 冷冷的 不必了 冤魔之主 现在还不能暴露 一旦暴露 冤魔老族定能发现一些短倪 本来啊 秦晨还准备趁着魔主 来不及赶回来的时候 彻底吞噬黑暗明土中的力量 却是没想到 这阴阳漩涡之中 竟然还有如此强者 冤魔老族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心中冰冷猜测着 秦晨手中的动作却是不停 他抬手 轰隆一声 可怕的力量直接涌动 将万界魔术瞬间收入混沌世界中 你也进来 秦晨对着冤魔之主传音 一抬手 冤魔之主也瞬间进入到了混沌世界中 紧接着 秦晨身形冲天而起 直接便想要离开这里 想走 给本座留下 哪那么容易 那阴阳漩涡之中的存在感受到了秦晨想要离开 当即冷哼一声 恐怖的死亡之气化走了汪洋 直接朝着秦晨席卷而来 秦晨眼瞳绽放着冷光 目光一闪 心中一动 轰隆的一下 秦晨身体之中一道可怕的黑暗王穴之力 陡然涌动 并且猛然地催动万界魔术中的黑暗之力 顷刻之间 一股无比可怕的黑暗之力 瞬间涌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轰的一下 秦晨手中神秘锈剑之上 阴冷的气息绽放 黑暗王穴的气息瞬间暴涌 此刻 秦晨如同是一尊黑暗王者一般 那恐怖的黑暗王穴的气息 令得整个魔界天地都在震动 可怕的大道之力直接镇压下来 魔界属于宇宙一界 而黑暗之力则是属于抑郁力量 宇宙本源都会排斥 如今秦晨施展出黑暗王穴之力 立刻就引来了魔界天道的镇压 轰隆隆 可怕的魔界天道直接禁锢秦晨 这是宇宙本源意志的催动 觉得秦晨很有可能威胁到宇宙的安危 只是当这股魔界天道降临镇压的时候 秦晨的眉头却是微微一皱 这魔界天道为何感觉如此之弱 秦晨皱眉 心中涌现出来了一丝疑惑 这魔界天道对自己的镇压太过微弱了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庞大的介遇 只能对他的黑暗气息影响一小部分作用 这却是让秦晨震惊